女孩小驱转悠 无意间救了流浪猫 当时我记得包里有早上剩下的河嘴肠 我就掰成块喂给小猫吃了 坚持长期喂养流浪猫 却因流浪猫伤人而被告 还有完没完了 有些喂猫还惹上官司了 女孩委屈 受伤者气愤 受伤责任到底谁来担 那么小莫也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 来承担起对流浪猫的一个管理职责 并且在流浪猫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 他要承担侵权责任的 宠物伤人谁担责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 对于很多人来说 宠物已经成了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伙伴 甚至有些人把自己养的猫猫狗狗 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 而且这些小宠物还被封为什么 妙星人 汪星人之类的 不过他们毕竟是动物 有时候看管不住 可是容易给主人带来麻烦的 这天傍晚 人美心善的白领女孩小莫 抱着一大袋散装猫粮 下班回到小区旁取了个快递 他一边往大门走 一边拆开看 里面竟然是一张法院寄来的船票 小莫看完诉状的内容 感觉全身毫无力气 他怀中的毛粮 顺势就滑落到地上撒了一地 小莫难过的 直接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还有完没完了 有些为貌还惹上官司了 而看见小莫身后 有准备开进小区的车辆 在不停鸣笛 保安陆师傅赶紧上前 帮小莫收拾好东西 把他扶到了一边 这时陆师傅也看到了船票 就关心地问小莫 你这出什么事了 怎么还被告了 小莫看了看保安陆师傅 眼下还真需要找个人 帮他去评评礼 就一五一十地 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船票上的原告猪打麻 也是这个小区的住户 早年丧偶 退休以后一个人居住 养了一条小型犬 其名叫多利 一个多月前的一天 猪打麻带着居委会的马大姐 来到小区里的一处灌木丛边 指着正在给野猫喂食的小莫 就朝马大姐大声地叫嚷 就是他小马 你看看他的猫 黑不溜秋了 现在吃东西倒挺老实的 刚才挠我和我家狗的时候 那叫一个狠 你得给我见个证 我得让他赔偿 说着 主打麻就把缠着纱布的另一只手 往小莫眼皮底下一身 对小莫怪罪道 小丫头 你好好看看 都是你喂养的猫 把我给挠伤了 小莫听得一头雾水 耐心询问后 得知了事情的经过 那是晚饭过后 猪打麻带着小狗多利 在小区里溜弯 多利突然盯住了 前方趴在地上休息的流浪猫大黑 多利叫了一声 大黑也翻身而起 接着猫狗就打了起来 闻声而来的猪打麻心疼不已 她顾不得考虑自己 一个箭步上前就去抱起多利 可大黑下手快准狠 尖锐的爪子 从猪打麻的手背划过 猪打麻强忍疼痛 救起了多利 而自己的手背 留下的爪印 已经渗出血来 快帮帮我 快帮帮我 我被猫挠出血了 很快 猪打麻的叫声 引来周边过往的邻居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 开始帮猪打麻分析 有的说 看到了刚才那只黑猫 应该是只野猫 没准有病菌 让猪打麻得赶紧消毒 还有的人说 小区里有专门喂大黑的人 得赶紧去找她讨个说法 最后 还是路过的居委会马大姐 第一时间帮猪打麻 对伤口彻底的清洁 并用流动水冲洗 还用点符进行消毒 明天一定要尽早去疾病控制中心 咨询一下 做个检查 看看要不要打疫苗了 回到家的猪打麻 想着邻居们说的话 怎么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一早 她就来到了医院 关键是 现在打狂犬疫苗 不是打一次就完事的 得打好几针才行的 你说说 我这情况 每次都晕倒 这也不是个事啊 就这样 猪打麻越想越是气不打一处来 想着怎么能讨回一个公道 第二天 经过左右打听 她听说 那只黑猫经常在院里流窜 叫起来扰民得很 可是这猫 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野猫 听说小区里有个女孩 专门喂养她 没准 就是她家里没地方养了 把小区当自家院了 就这样 两天以后 猪打麻锁定了 喂养大黑的女孩 就是小莫 她带着居委会马大姐 在灌木丛附近 对正在喂大黑的小莫 进行了围堵 想要小莫赔偿 听完了猪大妈的讲述 小莫呢 又是解释 又是道歉 可毕竟她不是这个大黑的主人 她也是出于好心 去喂养野猫的 这猪大妈 怎么能找她来要赔偿呢 当时的猪大妈 这火气呢 有点大 见此情况 居委会的马大姐 也连忙劝说 说呢 人啊 已经找到了 事情呢 咱们可以慢慢处理 然后拉着猪大妈就走了 而小莫觉得呀 自己的解释 这马大姐都听明白了 刚才猪大妈也没再反驳她 小莫呢 就以为 没自己什么事了 可如今 她又怎么 被告上法庭了呢 保安帮忙 查监控 事情真相 到底如何 这显然是猪大妈 和她家的狗主动找查 面对证据 受伤者 是否具有 法律责任 保安中 猪大妈 也是存在 一定的责任的 因为她也没有双狗绳 然后猫狗争斗 所导致的这个受伤 宠物伤人 谁担责 法在身边 正在讲述 就在事情 过了一个多月之后 也就是我们节目 一开始 说到的这一天 没经历过 任何官司的小莫 居然收到了 猪大妈起诉她的 她的人生当中的 第一份 当被告的诉讼文书 这让小莫觉得 没法接受了 保安陆师傅 听完事情经过 仔细看了一下 小莫收到的起诉状 证据材料 等相关内容之后 带着小莫 就去调取了 事发地附近的监控录像 而通过仔细查看 两个人 竟然发现了 不一样的事情 原来 当时流浪猫大黑 和猪大妈家的 小狗多莉 打架的过程 并不像猪大妈 所描述的那样 而是另有隐情 视频画面中 大黑原本慵懒地 躺在地上自由玩耍 后来多莉主动出击 把大黑暗倒在地 就在这时 猪大妈突然发现 自己的爱犬多莉 居然受欺负了 着急了 猪大妈飞奔而来 上来就给了大黑一脚 落地的时候 还狠狠踩了大黑的尾巴 而此时 多莉还在咬大黑 大黑为了逃脱 挠破了猪大妈的手背 在猪大妈尖叫求救的时候 大黑 死机逃脱了 这显然是猪大妈 和她家的狗主动找茬 那个姑娘 为流浪猫的事 我早就知道 她和那只猫 根本就没有关系 保安陆师傅也说了 如果小莫需要作证 她可以当证人 本以为 听陆师傅这么一说 小莫瞬间觉得信心满满 就算开庭审理 她也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可是案件开庭时 法官对猪大妈陈述的事实 以及小莫提供的视频证据 进行了查明 又对小莫 为养流浪猫大黑的详细情况 进行了了解 随后 案件进入调解阶段 经法官查明 小莫是小区的租户 业余时间 她喜欢宅在家做做饭 或者在小区里转悠转悠 就是突然有一天 我在小区遛弯 就在灌木棚旁边 我看见一只受伤的小猫 当时我记得 包里有早上剩下的火腿肠 我就掰成块胃给小猫吃了 吃完之后的小猫非常满足 最后就向小莫叫了几声 然后离开了 到了第二天 小莫担心小猫没有吃的 又带着食物 来到灌木丛去投喂 没想到 这一次 除了受伤的小白猫 还引来了一只花猫 就这样 小莫 只要没有什么特殊室友 都会按时到灌木从附近喂猫 经常跑过来吃食的猫 也发展到了五只 大黑就是其中一只 那么小莫 应不应该对猪大妈的受伤 承担法律责任呢 其实本案中就是因为 小莫她长期去饲养这些流浪猫 导致流浪猫在她的居住地 及其周围经常的出现 她实际上已经成为了 这些流浪猫的固定的饲养人 那么小莫也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 来承担起对流浪猫的一个管理职责 并且在流浪猫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 她要承担侵权责任的 同时呢 本案中猪大妈也是存在一定的责任的 因为她也没有拴狗绳 然后猫狗争斗所导致的这个受伤 但是猪大妈的过错呢 并不能免除小莫的责任 因此出于高效解决的角度来考虑呢 建议猪大妈和小莫两个人各退一步 协商处理了 听到律师的解答 小莫也意识到 自己长期在小区固定位置投喂野猫 与饲养动物主人 其实呢区别是不大的 虽然出于擅矩义务投喂 但是呢 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扰了周边的居民 产生了动物商人的潜在风险 最后呢 小莫提出 他愿意赔偿猪大妈 一千元打疫苗的费用 而猪大妈呢 也因为自己歪曲事实 有些理亏了 最后呢 也接受了小莫的这一千元赔偿 事情结束之后 小莫在居委会马大姐的帮助之下 把小区的流浪猫 都送到了流浪宠物收容所 让这群流浪猫有了归宿 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案例 是因为喂养流浪猫 而给自己惹来麻烦 而接下来 我们讲的这个案例 这案例当中的女子呢 虽然是自家养宠物猫和宠物狗的 可是啊 还是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租户承诺 不养宠物 一屋子的景象 却震惊房东 我一进门我就吓着了 你那房间里摆的全是笼子 那笼子里面估计大大小小的 咬了有差不多十几只梦合狗吧 租户迫于压力 答应搬走 却在搬家时出意外 然后也不知道是那个 没拴好了 也不知道是那个狗咋的 就给挣脱了 然后刚好过来一个男的 就把人家给咬了嘛 拴了绳的狗 咬伤人 主人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民法典 以及各地养犬条例的相关规定 这类大型犬是属于禁止饲养的 那么呢 这些饲养了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 所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况下 即便他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采取了相应的安全措施 也不能免除他的民事责任 宠物伤人 谁担责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这天小区业主小吴 接到了老邻居的投诉电话 对方责备小吴 说呢 你现在生意做大了 厉害了 连猫猫狗狗的生意你都做了 你说你弄那一屋子猫呀狗呀的 这走廊未到 这不用说了 那帮家伙天天是吵架叫唤 吵得左邻右舍 连觉都没法睡了 小吴听完老邻居的这番话 自己还纳闷呢 他的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而且租户告诉他是不养宠物的 这是不是邻居给搞错了 挂了电话 小吴决定对租户来一次案发 他下午直接来到租出去的老房子 使劲敲门后 可是里面没有人开门 不过这一敲门 屋内的确像动物开演唱会议般 各种狗轮番叫他 时不时的还穿插出猫叫的声音 这时小吴回想起 当初租户赵大姐和他谈房屋租赁合同的过程 小吴一口一个姐姐的叫着赵大姐 心想他以前也是一个人住在这一居室里 正想找一个爱干净的租户 看着赵大姐人也不错 租给他也放心 而赵大姐看了看房间空旷的布置 也很快点头答应签订租房协议 而且还口头承诺 不会养任何的动物 可是如今小吴怎么也没有想到 赵大姐竟然在房间里养了一群猫和狗 小吴正想着 赵大姐居然从外头回来了 和小吴撞了个正着 眼看瞒不住了 赵大姐开门让小吴进屋 讲述了自己养一无猫狗的原因 见小吴捂住鼻子 表情嫌弃 赵大姐哭诉道 她原本和丈夫在郊区 共同经营一个宠物店 主要就是养各种猫和狗 去年因为丈夫欠下巨额债务 两人离婚以后 她没分到多少家产 最后就只分到一些猫猫狗狗 本来打算在市里 做个网约清洁的工作 剩下的猫猫狗狗能卖就卖了 可是生孩这十几只吧 实在喜欢 不想低价出手 也正是因为这样 赵大姐就在自己租住的房屋附近 租了小吴的这套一居式的房子 专门养猫狗 碰见有些想买的 就把买家领过来看看 平日她会定时过来喂食清扫 现在既然小吴找了过来 赵大姐也就说了 希望小吴能体谅体谅她 等她把这些宠物都卖掉 保证把小吴的房子收拾干净 正说着 侧面笼子里的狗 突然朝着对面笼子里的猫 发出了凶猛的叫声 不一会儿 各种猫叫狗叫就此起彼伏了 还没等小吴跟赵大姐交涉 几个周边的邻居 刚好带着物业的人员赶到的门口 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地 指着赵大姐抱怨 你还有没有功德心 你这天天跟猫狗闹哄哄的 你让我们咋休息 你说说咋休息 你一次留好几条狗 拉得到处都是 也不让清理干净 你看看你住进来以后 楼道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大家都出来看看 让物业的也过来看看吧 他找人把那楼道扶梯都给人锯了 原来 因为大型犬的笼子 很难进入狭窄的楼道 赵大姐竟然找人锯断了楼梯扶手 此时 小吴作为房东压力很大 猫狗吵豆声不断 气味和叫声 严重扰乱了周围的公共秩序 周围邻居的强烈反感 让她当即就提出 要和赵大姐解除租赁关系 赵大姐听说房东要赶自己走 坚决不同意 我是交到钱的 你说让我走就走啊 邻居们看到赵大姐这种处理态度 也是憎恶之急 又吵了起来 随着矛盾不断升级 物业很快联系到了 社区调解中心的值班调解员 经过调解员细致调解 最后赵大姐迫于舆论压力 在小吴承诺退回剩余租金后 赵大姐答应三天内搬走 却不料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他搬走的那一天 他人手不够了 他就把那个狗就给拴到那个楼下有个电动车 在那锁着呢 他就把那个狗拴到人家那个电动车上 然后他就回屋去抱那个其他的狗了嘛 然后也不知道是那个没拴好了 也不知道是那个狗咋的就给挣脱了 然后刚好过来一个男的 就把人家给咬了嘛 等赵大姐发现 并且控制住那只狗时 为时已晚 男子到医院就诊后 对赵大姐提起了诉讼 在法庭上 赵大姐辩解称 自己已经给狗拴了绳子才离开 这件事情只能是一个意外 那么赵大姐应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呢 根据民法典以及各地养犬条例的相关规定 这类大型犬是属于禁止饲养的 那么呢 这些饲养了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 所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况下 即便他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采取了相应的安全措施 也不能免除他的民事责任 像赵大姐这种 已经给宠物拴了绳子 属于已采取安全措施的宠物商人 但是在民法典当中 关于宠物商人的还有其他四种情况 比如危险宠物商人 未采取安全措施的宠物商人 就比如按理一讲的就属于这种情况 还有就是第三人过错造成宠物商人的 以及被遗弃动物商人的 在法律上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因为第三人的过错 导致饲养的动物制人损害的 那么这个被侵权的人 可以选择向动物的饲养人 管理人来请求赔偿 也可以选择直接向第三人来请求赔偿 同时动物的饲养人 管理人在赔偿之后 可以向第三人来进行追偿 同时如果是被遗弃或者动物逃逸 在逃逸期间发生的制人损害的事件 一般是由动物的原饲养人 原管理人来承担这个侵权责任 最终赵大姐在了解了法律的相关规定之后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主动赔偿伤者的各项损失3800多元 几只违规饲养的犬类 也被公安机关没收 公安机关还对赵大姐进行了罚款 赵大姐不得不带着其余的宠物 回到郊区偏僻的地方合理饲养 说到这儿啊 今天关于两个饲养宠物的案例呢 就讲完了 两个案子的主人公 都是因为自己的不正当饲养动物 而付出了代价 而今后如果遇到被宠物咬伤的情况 你应该怎么判断由谁来负责呢 简单点说啊 看两点 一要看主人是否对宠物依法合理 看管约束 二呢 要看宠物的伤人行为啊 是因为什么引起的 但不管是何种原因 饲养动物都应该遵守法律法规 尊重社会功德 不要去妨碍他人的生活 文明饲养动物 避免伤害发生 这就是对法律最好的敬畏 和对他人最好的保护了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